字牌 因為字牌是八速 它多了兩個檔位 所以其實字牌的SUQA 大部分都是用三檔 來去跑山就可以了 二三年式的SUQA 其實還有幾個很重大的改動 底盤、自閉稱套 有做一些改良之外 也一起連帶著整個轉向的手感 其實完全不一樣的 字牌 哈囉大家好 我是小君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目前我的SUQA使用一年的使用心得分享 以及大家比較常見的問題 像是自排、手排怎麼選擇 那其實我當下是沒有任何的猶豫的 我會直接選擇自排 手排的SUQA主要是少了兩樣配備 我會比較在意的部分 像是手排的部分沒有ACC 沒有跟車系統 那對於日常代步來說 會比較不方便一點點 因為其實我上一台K8 一樣是手排 但是它有跟車系統 那再來第二個配備呢 就是它沒有Auto Hold 四排的版本 其實算是有Auto Hold 主要是這兩樣配備 我覺得比較可惜 接下來是SUQA在日常代步上啊 方便嗎? 我覺得其實還蠻不錯的 因為其實如果以兩個人來說啦 我覺得都OK 那後行李箱的部分啊 以它跑車的外型來講 算是非常的大 如果你要放下29吋30吋的行李箱 放一咖是完全沒有任何問題的 那唯一要說它的缺點啊 大概就是後座不能坐人吧 23.4的SUQA它做了哪一些的升級 在外型的部分啊 旅圈的話一樣是BTS代工的 不過呢它有做輕量化 每一顆呢 比之前的輕1.2公斤喔 4顆的話就輕4.8公斤 再來就是針對底盤的部分啊 支幣、襯套啊 有做優化 讓整個轉向的手感啊 我覺得有非常大的差異喔 它整個在開起來的感受上啊 嗯... 方向盤會重手許多 其實我之前有一段時間 有開過2019、2020年的 一台是2.0的頂級版本 一台是一樣是3.0的 不過都是小改錢的 當下試駕的時候 我是覺得整個方向盤 比較輕一點點 以及它在整個懸吊上 我覺得比較軟 而且回饋也沒有這麼的 我覺得底盤沒有那麼扎實的感覺 那其實在23年4小改款 我覺得底盤反應是差最多的 因為它也改良了ABS電子懸吊 所以整個開起來感受呢 簡單來講就是懸吊比較硬 那如果你要說 23年4唯一的缺點的話 我認為大概就是 目前沒有辦法寫電腦 我必須要送芬蘭解鎖 那送芬蘭解鎖的費用的話 大約要3到4萬塊左右 再來就是最後一個問題 蠻多人問我 就是SUPERA與FK8 到底哪一台比較快 甚至是你比較喜歡哪一台 那待會 三路試駕的時候 跟大家說明一下 那我們三路上見 OK 那我待會先用Normal模式 那目前的話 只有Sport跟Normal 兩種模式可以選擇 就是一般 再來就是Sport 那之前有講到Auto Hold的部分 我跟大家講解一下好了 自排的Auto Hold其實是我自己發現的 因為這台車有全速域的跟車系統 所以說我們今天如果等紅綠燈的時候 或是斜坡的時候 煞車踩住 那我們只要按下這個減 它就會Hold住了 這個就是自排版本的Auto Hold 那如果說你要解除的話就是踩油門 但是記得這個要取消 我覺得這功能還蠻重要的啦 因為其實我真的蠻依賴Auto Hold這個功能的 那因為我車子有改排氣管的直通當派 所以聲音會大聲一點點 目前是開拔門的狀態 這是目前有開拔門的一個狀態 那我可以去手動把它做關閉 那關閉完的話它整個音量 其實就差很多 那我目前是比較喜歡在 Normal的音量 因為我如果開Spot的話 它會有這個 它會有這個 POP喔 就會有點大聲 所以我平常基本上 大部分都Normal在開 比較多 那其實因為自排的版本 它總共有8速喔 其實它在開的過程 從它很容易就會換到 例如說你看現在50級 就可以換到7速了 而且它在換檔的這個感受上 是我覺得是可以達到 沒有頓挫的換檔感受 我沒記錯的話 的時速大概70 就可以換到8檔 那再來是我目前 閥門關起來的狀況下呢 其實車內基本上是 完全沒有任何的共鳴 好那我就直接來試駕一下山路 我先用一般的Normal模式 開一下 開一小段 那其實手排跟自排最大的差異呢 就是 因為自排是8速 它多了兩個檔位喔 那再來是呢 自排版本它的這個持筆都非常的密 雖然手排的中傳是比較大的喔 那手排的中傳是3.46 那自排的部分是3.15 不過呢自排就是多了兩檔喔 它總共是8速 所以說在 1到5檔這個持筆 自排是非常非常的密的喔 尤其是它的1檔跟2檔啊 1檔的持筆甚至大於5喔 所以它等於說 1檔2檔的級速都非常的低 像2檔啊 大概7速接近80 就是它的級速了喔 所以說我們一般在跑這個山路來說啊 都是用3檔下去跑就可以了喔 因為其實我們3檔的持筆 已經接近 手排SUPRA 2檔的持筆了喔 已經是差不多的 所以說 自排版本非常作弊就是在這個地方喔 我們基本上在過這種低速彎啊 那中速彎啊都是3檔就可以了喔 但是手排就會常常遇到2檔喔 這個彎退2檔 然後出彎直線 就要打3檔喔 這個會比較尷尬一點點喔 那自排版本就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原則上都是3檔4檔 那4檔也很作弊喔 自排版本的4檔 自排的4檔的持筆啊 甚至是比手排的3檔還要來的 這個加速還要來的快喔 因為自排的話是1.7多 那手排好像記得3檔的持筆是1.5多 所以像這種在山路啊 甚至是賽道在激烈抄架的時候啊 其實自排版本會非常的吃香 這邊我試個退2 馬上就要換3檔 SUPRA很棒的是 我的前方就有一個抬頭顯示器 然後加上它的檔位顯示 其實也算很清楚啦 所以我們今天在開車的時候 可以非常的專心的 看著前方的路況 那時速的部分啊 自己都看得到 那待會我就轉到SPORT模式 我先按到SPORT模式 那其實換到SPORT模式的話呢 整個變速箱的反應是完全不一樣的喔 差異非常的大 因為它的換檔速度會快很多 再加上換檔的時候啊 其實車子會有一點頓挫感的 跟之前在Normal模式下呢 情況是差非常多的 所以會有那個藍爆聲 那我把防滑先關掉一段 那這樣的話就是只開TC 只開這個TC 就是整個電腦的介入會比較慢一點點 那它會允許你做多一點點的PUSH 所以屁股會帶的比較多一點點 因為我現在是用R17RS喔 所以其實它的後輪是非常的抓的 車子循跡性非常好喔 其實它的後軸 因為我有做四輪定位的關係喔 那我後面有做一點角度 有做一點Toe-in 那Camber的部分也有調稍微多一點點喔 所以其實我現在的後軸是非常抓的 跟網路上說的SUPERA後軸 非常的神經質 其實有很大的差異喔 SUPERA的話切換模式都比較麻煩喔 例如說我現在想要用SPORT 但是我不想要有這個 那個灰油油那個POP 那我就必須要在引擎這邊把它轉到Normal 但是引擎動力就會稍微弱一點點 不過也是非常的夠用的 對 二三年式的SUPERA其實還有幾個很重大的改動喔 底盤自閉稱套啊 有做一些改良之外啊 也一起連帶著這個整個轉向的手感 其實是完全不一樣的 整個方向盤 我覺得路感回饋比較清晰喔 就是方向盤重手許多 這是我自己開起來的感覺喔 跟之前2019 2020年的SUPERA其實差異蠻大的 而且這個現在我的車子的設定啊 後軸真的非常的穩定喔 已經穩定到 讓我覺得這個動力好像可以再大一點點喔 出彎 油門 可以一直補喔 三檔 真的是非常抓很像軌道車 其實都沒有像人家說的 後輪驅動啊 SUPERA的後軸很恐怖啊 這種感覺喔 完全沒有 真的要我講的話就是 煞車可能可以再好一點點 不過因為我的車子 因為之前有下利寶 其實已經升級過一次來臨片喔 我前面是 Quadro Mule的HCCS 後面也是 Quadro Mule的 所以其實 已經升級為競技型的這個來臨片 雖然等級沒有到最高 但是我覺得 以這樣子340匹的動力來講啊 非常的夠用喔 那可能很多人會問喔 那跟FK8比起來 到底哪一台比較快喔 我覺得跟FK8比起來的話 其實在彎速的部分 我覺得在過彎起來 FK8還是比較強一點點 但是在於直線的部分的話呢 這個BMW直列六缸的動力 包含扭力啊 是真的非常大喔 那如果說你真的要說 FK8跟SUPERA哪一台快 我覺得其實要看改裝的程度來做決定 如果你說力保的話 一定是SUPERA比較快的 因為畢竟 直線比較多的關係喔 再加上力保 是需要動力更大一點的 那如果說以 山路來講啊 我覺得就是直接看 駕駛者技術吧 我覺得是差不多的 但是 SUPERA可以容許 的改裝值的上限是比較高的 先因為像前輪驅動車 400匹、450匹大概就是極限了 不然其實山路會很難開 但是 SUPERA的車友的話 是有升級到600多匹的 而且在山路上 還是可以開得很強喔 所以其實還是要看改裝的程度 來去決定 這樣子 OK 那以上就是這支新的分享啦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也別忘了 訂閱、按讚、分享、加留言 我們就要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感謝大家的收看